中美关系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 中美关系应该说是跌落到了 两国建交以拉最低的一个兵点 在经贸层面 经济层面 两国高层的交往 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最新的信息说 美国多数党的领袖 在下个星期开始会去亚洲访问 当然不光只去中国 去韩国、日本当然也会去中国 目前的消息说 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一访问中国的时候 会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所以相关的信息说 那这一次见面讨论什么呢 无非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些经贸往来 商业关系等等 两国都很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 所以目前只是说 有可能会见 您认为习近平会不会见书莫 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弹性的说法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见不见你呢 现在变成他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因为它也是一个条件 你来见这个领导人 对于被访问者来讲 也是成不成功访问的一个标志 那么对于这些参议员来讲 如果能够见到习近平 这也是我能够期待的 我们大家能期待的 因为习近平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跟美国参议员讲一讲 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 这种非常僵硬的愚蠢的 我才能没有记过这么傻的这种宣传啊 人们没办法在里面去理解了解 你习近平的真实的想法 而且我们知道一搞政治学习 我越学越糊涂 对吧 当年我们学毛主席的东西 学华女席的东西 越学越糊涂 其实大家都是利用学习的时间 去开小茶或者是开玩笑 大家都 所以学习 学了半天 其实对他真正的具体的做法 还是很多的不理解 所以参议员能够见到习近平 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这也是实际上 见识美国参议院的一个机会 也是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一个机会 你可以直接跟 美国的民意代表 人民代表 来讲一讲你的想法 但是我前面讲了 对于中国来讲 他觉得 这个也是我一种工具 一个筹码 你现在 一方面参议院来 另一方面你要宣布 对中国的芯片 要进一步的打压 进一步的限制和打压 美国人嘛 他就觉得 我给你个胡萝卜 我再打一棒 就平衡了 但是中国人呢 我们是朋友 我们就 就不能捅刀子 对吧 你捅刀子 就不是朋友 所以中国人还不太习惯这一套 就是 所以能不能见现在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我们也许下个星期就知道了 对 当然有的媒体也关注了 就是这一次习近平见不见数目的 有可能关乎到他十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到底有没有意思来美国 您认为这一次见不见数目 跟习近平来不来美国真的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吗 或是直接的关系吗 有 现在习近平实际上到不到美国来参加亚特军会会议 也是在犹豫之中 因为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糟糕 气氛这么不好 他有一点深入虎邪的味道 深入虎邪总理可以 国家副主席可以 最后领导人不行 这个领导人还是有一点 不能丢面子 对吧 他们的叫外交部小事 他们的里面就是国家的里面 就是党的里面 所以他必须要赢 如果在第三国 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巴厘岛啊 或者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 双方都是客人 那对于班军总统来讲 如果习近平不来这个会 一半就失败了 至少失败三分之一 意义就没那么大 意义没有那么大 反而有些话都不能说 就像G20的时候 有人就说 普京不来 习近平不来 那就可以G20变成西方和印度 唱主角 中国叫埃打 印度叫 俄罗斯叫AP 但实际上后来出来的调子 反而比较温和 反而比较温和 因为开国会做一个事情 就是要实行各种各样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看出那个平衡感很强的东西 所以班军总统现在呢 有一点不能说醒过来了吧 他有一点就是说 我已经完成对中国的围堵了 我现在开始 要跟你谈一谈事情了 对吧 但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你已经把我围堵了 我跟你还谈什么呢 所以实际上 双方已经有结构性的心结 结构的心结 现在能不能打开很难说 当然习近平讲到的讲 明年我还是皇帝啊 你老家可能就不是皇帝了 对吧 即算是当了皇帝 当了总统 你还是会有身体的问题啊 很多的牵制啊 所以习近平其实也是在犹豫之中 他也没有完全做这个决定 还要看王毅和何立峰 两位政治局委员 这个月到华盛顿DC双方谈的情况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 还是讲参议员 我希望参议员 美国国会啊 美国是解决分立嘛 国会在这个里面是起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让参议员了解情况 尤其是了解真实的情况 不要搞群众演员 不要搞多少的限制 人家提出看什么东西 就看什么东西 除非是你的顶巾的高科技 那你还可以 对吧 那这些义员们也不是说 居高临下我就来跟你下指示 来教训你一通 但是这些义员们要了解 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受不受到保护 对吧 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受不受到欺负 现在还有一些中国公民在中国囚禁 有没有可能办法得到释放 这都是义员们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呢 义员们更重要的是了解 你习近平到底是怎么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吧 如果即算是习近平不见 也会有非常高的官员出来监禁他们 因为你不要认为 美国的议员 议员的早上起来 照镜子看到的都是总统 就是自己是总统 因为他就是那么的议员 他谁都可能去选总统 对吧 不是中议员是参议员 因为他们现在是给自己累积政治筹码 对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资历是 而且你看 范斯坦刚刚出世 都当了30多亿员了 他是跟习近平差不多疲惫 终生制终生制终生制 所以他们应该就有更多的东西 可以进行交流 不想跟班农还在想 你明年是不是不搞了 明年会换人了 参议员就不太可能会 而且参议员的权力这么大 这么大 他几乎是参议员是半个总统了 对吧 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 延续性 而他管的事情很宽啊 什么情报委员会 纵事委员会 外交委员会 那都是实实在在有权的人 所以中国以前对美国的国会体制不了解 经过这么多年了解了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 会善待这些议员们 但是这些议员们会不会搞动作出来 就很难说了 因为你像30多年以前吧 就是美国的中议院的议员叫佩洛西 他就在天安门广场 那你还记得啊 那这个事情我当时候就很矛盾 一方面我觉得 美国的政治家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 就是说这样做了一个动作以后 你就把这个门给关掉了 躲上了 你就变成了好像 你变成了你是个异议分子了 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高通的一个西方政客了 所以这个是蛮遗憾的 就像佩洛西后来去台湾 支持了台湾的这个民主 我站在我的角度里讲我支持台湾民主 但是那另外一个角度 他又开启了中国 采取非常严厉的实质性的武力威胁对台湾 所以有时候西方的政客 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到底会效果怎么样 那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发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说这不是议员表示你的勇气的时候 议员现在首先需要了解 这样一个中国 尤其是被疫情封锁了这么多年的中国 尤其是军事力量 经济实力 外交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 它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是美国需要了解的真实的情况 你只有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 你才会有相应的措施 需要更强烈的预防 找出更多的人来围堵中国 还是说我们围堵政策需要调整 这还是可以拉拢的一个同志 对吧 这个就是习近平是一个如果能够见到参议员 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能把这个门打开了 沟通的渠道会更加的多一些国力 对啊 因为按照习近平的说话 我们是跟人民交流嘛 议员就是人民了 他不是行政官员啊 你跟议员交流 那个议员他就会影响一大批人了 对吧 如果他坐地铁 哎呀 发现 比美国的地铁不值得好多少年 对吧 然后去中国的餐 就随便跑到外面的餐当一吃 对吧 他感觉到中国人不想那么粗俗 也是年轻的一代人也是很礼貌 对吧 然后你跑到哪个地方去看那些老百姓 骂习近平 习近平不行 那就跟美国一样的了 如果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伟大主席 那就不要讲了 因为这个是人民日报已经登了 所以说 让中国老百姓能够大胆的直接的批评中国的政府 尤其能够批评习近平 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习近平不是很多自信吗 我觉得这个自信就是让西方来媒体 能够自由地采访中国 正可以能够在保密的范围之内 国家安全的范围之外 你可以自由地在中国旅行 或者是需要看你想看的东西 我认为一个真实的中国 正是真正的自信 这是习近平第五个自信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对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 美国的政客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这这么多年下来 应该有一种智慧 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呢 共产党他特别容易贴标签 像您刚才讲的佩洛西 1989年或者说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去中国干的那个事儿 就使得中国政府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 就是对中国政党不友好 所以直到后来 直到他退休 整个他的这个所有的政治的一些思想 讲的话去的地方 都被中国官方贴上的标签 这就是个反华势力的头子 不过佩洛西没退休 他怎么明天还要选 明天继续干啊 只是这个一涨下来了 一涨退休了 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这些啊 标签的话呢 西方政客也不要想 他能够把这个标签撕掉 他就是个喜欢贴标签政策 所以对于西方政客来说的话呢 像您刚才讲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西方政客去到中国之后 中国政府应该看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 像西方场合的一个窗口 他带回去的信息 会影响到西方世界的所有的民众 对中国的看法 包括你的发展 是不是真的像你宣传的那样 你的这个政治环境 政治氛围是不是真的有所改变 自由的氛围言论的环境 是不是真的像西方媒体报道那样的 逼色和紧缩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当然呢 德国之声呢 上个星期有一篇报道啊 说习近平现在在打造一个 中南海的信息检防 哈哈哈哈 因为他清除了所有的意见的声音 导致他将来在选人的时候啊 就专门选那些唯唯懦懦的 只愿意说他愿意听的话的那些官员 但是呢 又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息 就是这些官员有可能啊 会被习近平怀疑 你老是说我愿意听的话 你一定是在说假话 那最后呢 德国之声的这个分析书啊 说有可能这种情况 会造成一种特别可怕的局面 就是全世界不知道中国真实的信息 和生命是什么 那么会导致一个信息的失衡 最终呢 中国政府在经济啊军事啊 一系列政策方面 有可能由于信息的失衡 传导的失衡 会导致中共当局习近平 他会犯一些错误 您觉得习近平真的是在打造一个信息检防吗 这种情况啊 你要看人民日报啊 看新货社啊 看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那你基本就不 袁世凯那个孩子 不要办奉行时报了 因为都是奉行时报 拉一份回去就可以骗人 但是呢 中共的决策系统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的决策系统 共产党能够维持这么多年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有某一种联合性 它有内外有别 它所谓的内存就是干这个的 对吧 虽然现在的内存有很多的扭曲 有很多的限制 它毕竟还是了解情况 另外就是 现在是个数据时代 中国的经济不好 对吧 你这个数字一来 你不能编一个数字吧 对吧 所以 所以你这个习近平 不得不紧张 如果房地产大跌 股票大跌 对吧 就业人口出现问题 出生人口出现问题 很多人都愿意逃跑 资金要外逃 那这些情况它是了解的 如果了解的话 我觉得 海外吧 或者是我们很多朋友 它 它还是凭想 当然去看中国 中国确实很多东西 我在离开中国很多年来 也不太了解 但是有时候 我呢 尽量的不要把中国共产党想得那么笨 想得那么笨 那么傻 那就活不了那么久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绩 也不是开玩笑的 对吧 我们原来中国的产品是 谁都是劣质产品 现在的产品的品质 连访妙产品都是很有水准 很精致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习近平身边还是有敢说真话的人 并不是说都是唯唯诺诺诺的人 只是这些信息到了习近平那里 并不全归他 对 他是这样的 那中国的决策系统开会吧 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讲真话 比如说我开一个外交会议 外交会议针对某一个国家 那么外交部的主管的人 然后各个系统的人 或者是相关学者 或者是相关部委 他们会在讲情报汇报的时候 觉得多半都是真话 多半都是真话 你搞一次讲的那就完了 你知道吗 而且老习也是老油条话 他从各个系统里面 他从底层一起上来的 他当然知道你各个阶层的这个猫腻 但是呢这个问题说过来呢 就是说现在吹捧习近平是一个潮流 人吧 谁都多少喜欢一个吹捧 对吧 对吗 但9月9日他就变成一个习惯 9月9日他就只享受这种 这种待遇 9月9日他就会麻木 我觉得暂时习近平还没有麻木 那再过去三年以后我们再说 好我们看看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被这些 这个春风暮雨的捧袭的话吹的完全麻木掉啊 对 好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最近这段时间啊 今天还是10月份 这一开始正好是中国的这个 十一国庆长假的时候 中国人每年那个假期呢 并不多 一个是五亿一个是十亿 剩下的假期呢都很短 所以中国人很盼着这两个节假日 能够到处去玩 那么前面三年的疫情风控 你别说出去玩了 出门都困难 所以今年的国庆长假呢 据说中国各地的旅游市场火爆 一个是价格呢在飙升 第二个中国人也不顾这个价格 也是想着尽早的不赌吧 就开上路 9月30号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上了中国的高速 结果到10月2号的时候 据说啊 还有人堵在高速上 高速上到处都是打麻将啊 吃火锅啊 我看到 说是三分钟走了一步路 这简直是很好玩 这也是人生美好的体验的一部分 我看到这些场景 如果我在其中 我也会被这种气氛感染 就是说 因为三年啊 这种 整是 我们是 用怎么去形容词来形容 这三年都不过分 就是 那整是 再比下去的人 还感觉就直接跳啰嗦了 因为 因为跟做老子不一样 你做老子还有个交流啊 还有一个过程 那完全没有了 甚至你都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 不过你有没有钱 对吧 能不能吃到东西 是不是 大家都会死掉 完全不可控 对 然后政府又是如此的 粗暴 然后利益集团又乱来 天天搞那个黑酸 那么省金兵们 你搞那个黑酸车 是不是讲的 你赶紧打疫苗 打疫苗的成本 黑酸成本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几年 老百姓积压的这种愤怒 怨气 恨意 失望 绝望 跟过去三十年那种高速增长 突然的变化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人需要一种心理的疗伤 而全体活动 有时候就是心理疗伤的一种方式 对吧 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搞个火锅 挺好玩的事情 其实也不奇怪 老外不是在外面搞烧烤吗 所以对中国奇奇怪怪的事情 不要太多的责难 我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理解 理解就是因为我在海外了 对吧 我在海外 以前嘛 中国穷 对吧 你借点钱回去 你给点帮助 对方非常感谢半天 现在就变成他日子好过了 那么这个里面海外的华人心态就比较复杂了 有的人就越来越对中国也产生了一种怨恨的情绪 我就不理解 我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怨恨呢 中国政府有很多问题 习近平很多问题 但是你不能把整体的中国恨吗 那有人说 啊 嫉妒 嫉妒 我呢就尽量把自己的嫉妒给降低 尽量去欣赏中国的好的东西 因为我对中国卖无关紧要的了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所以我看待中国的这种变化 看到他们这么热闹去旅行 第一 说明中国人手里还是有点钱的 对吧 愿意消费的 对 愿意消费的 美国这边很多老百姓不像中国人 要不然真的没几个钱 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比较复杂 对吧 中国的那个开支品上没有那么的复杂 就比较容易集中一些财富 你说去年我看法国有一个记者 写得很好 他个人叫法国世界报的记者 是一个法文的报纸 那么他在北京就说 不要认为中国现在经济下跌了 中国人的钱 别别别 还是很多的 去年他们的存款 就是相当于法国的GDP 对 留下来 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 花钱 虽然有人说 花钱不像过去那么大招大脚了 对吧 比较小心一点 一个是不要国际访问 国际访问 第一 不确定安全 第二国际访问 需要的钱多了一点 所以在国内里有 不管怎么样 这是恢复正常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有多大程度上 能够解决和面对性的这些商业结构的变化 世界局势的变化 中国本身的变化 真的是很多人很难 因为中国的很多的企业 毕竟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是社会很重要的细胞 有成就感 有解决生机问题 让你不至于生活那么无聊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中小企业都很惨 我们的朋友从新代理到巴黎 我是从长岛很多地方看 或者是很多商店都倒掉了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你住的市中心比较近一点 可能我在郊处去了 很多地方都倒掉了 因为你电商 对吧 疫情改变了人民的消费的习惯 很多仓库都关掉了 很多仓库都关掉了 物流改变了 有很多就是远远回不来了 远远回不来了 但是中国人他不了解美国 他也不了解欧洲 他就是认为 我怎么办呢 我未来的这套 好不容易打造的小的企业 小的作坊 小的东西 就关掉了 所以那种失望 那种沮丧 就是对未来丧失这种信心 我觉得 不会通过一个 一个假期 一个假期 就会 会抹平的 但是政府吧 他远远就不讲真实的东西 他这个媒体里面不去探索一下 对吧 他就把西方描绘在一片黑暗 好像西方是不是天下大乱 你说美国乱不乱 你也可以说是乱 但是多数的情况之下也是不乱的 对吧 但是这种不乱的东西他不报 或者是美国的法制不报 你像现在川普前总统 那就是在法院审论了 总统的儿子 现任总统的儿子 同一天 前任的总统 在法庭里面 接受审理 现任总统的儿子 也是同一天 也是接受法庭的时候 这种美国的法律的力量 强大的使我 使我 觉得如果中国有一天 也是这个样子 那中国就有希望了 对吧 你不管是怎么样 不管你是不是政治打击 经济打击 什么打击 我都是法庭上是公开的 是这个专业的审判 对吧 也许有冤枉的 但是多数的情况之下 都是一个法制的公平 中国缺乏这个东西 中国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这个媒体胡说八道 美国这个媒体胡说八道多了 你知道吧 因为美国媒体有商业收信 有吸引观众 吸引读者 吸引这种地方 所以那个媒体乱来很多 但是你真正有品质的媒体 影响有思想的人 虽然发现的不大 也是有不少的 所以美国就是很多东西 他就在这个过程中间 就把矛盾给化解了 你看美国的国会现在在内斗 要谁当议长 要不要给钱 但是有些老百姓就认为 美国就完蛋了 美国没有的 美国的整体的框架 还是很健康的 整体的框架 还是存在这个地方 具体的事情 你们是唇谋乱舞 中国呢 这些东西都不知道 某天突然 前个不见了 突然 国防部长不见了 美国不见了 突然 前国防部长不见了 到底是有毛病了 还是有政治问题 还是经济问题 还是形势问题 都不知道 你这样一个国家 是什么国家 就是咱们的比较 对吧 你不许说美国是天堂 什么都是好的 不是那么坏事 我们不是高华 我们在美国是低华 对吧 我们很诚实地讲 美国有很多建立的地方 但是美国很多东西 我们看得很清楚 没错 你人民日报能不能登出来 班农总统的儿子 在法庭受审 美国前总统 川普 在法庭受审 你能不能登这个消息 对吧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什么叫司法独立 如果这个总统很牛 报复前任总统 那怎么不能免除他儿子上法庭呢 是不是啊 这就说明法律的真正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品质已经表现出来 而中国在中国还没有开始了 中国老是说GDP又怎么样啊 这个生产能力怎么样 这都是中国很了不起的地方 这都是值得佩服的地方 但是中国的文明框架到现在为止没有建立起来 这是中国老百姓对前途非常担忧的一方面 所以很多人就到全世界各地认出来 所谓认出来 我觉得也挺好 你认出来你来看一看 看看欧洲 对吧 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好 也许比你想象的差很多 过几年有些人就飞溜溜回去了 过几年有些人就觉得我一辈子都不回中国了 这都有的 中国应该更自由地 闪置到世界各地 对吧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有一点还是不错的 除非你是个领导干部 一般老百姓你愿意到哪里到哪里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都有负招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负招了 这个还不错 像您跟他说的 就是中国政府这些信息啊 就好像一个人啊 他一天到晚告诉你我今天穿什么衣服了 我吃什么东西了 他从来不告诉你我身体健不健康 我的思想是不是得到扩展了 我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得到提升了 这是中国不去关注的 西方国家好的司法的健全 这种法治的在社会当中 这种公平的力量制衡的力量 媒体的这种真正的信息多元化 而且是公开的信息 对 这个中国从来不讲的 所以他全部就告诉你 西方国家怎么水成果热 中国永远是前途一变光明 就导致中国这一次在假期积极案 有这个媒体记者 就去杭州还是某些景点去采访游客 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去海外旅游 很多游客的回答是 海外太危险了 还是在中国最安全 那么这些危险信息从哪来呢 无非就是中国的媒体 新闻宣传当中告诉你 世界怎么怎么的乱 欧洲你看怎么怎么乱 一天到晚就是抗议 这种抗议那种抗议 美国又如何如何 日本又河废水 然后东南亚又摘腰子 拉盛 所以导致中国人哪都怕 最终就留在中国 但是这次很可笑 9月30号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北京首都机场 日本媒体的记者就手在那拍 结果呢发现去日本的航班 围满了这个人龙 就问那些去准备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 问你们难道不担心日本的河废水的排放空气污染吗 他说我们去吃了生鱼片再说 先吃生鱼片再说好不好 看回来会不会得飞接海 海是不是结在海里面 所以呢就是这一次日本的飞中国的航线啊 基本上都是满园 大部分是中国游客 昨天的时候东南亚国家发出信息 就抱怨 说中国官方应该之前讲的 会爆炸性的包袱性的出游 结果呢他们的国家的高官啊 政府官员啊 在机场准备迎接中国游客 结果没有看见几个中国游客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像您刚才讲的 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 就导致中国游客啊 他会有很多的惧怕 怕去东南亚国家 带到什么一个没人找到的地方 把他腰子给摘了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有看到中国人啊 他其实有他自己理性的一面 他在这些国家当中 他知道哪个国家他能去 为什么中国人都愿意去日本呢 虽然中国各种大小媒体 各种骂骂街 但中国人还是愿意去 起码他知道 了解敌情 了解敌情 吃一下生物片看干不干净 像您刚才讲的 确实有一点 就中国人他去到日本之后 来到美国之后 去到欧洲之后 他用他的所见所门 用他的眼睛 去看欧洲 去看日本 不是通过人民日报 新闻联播去看 对 他到了巴黎以后发现 确实有小偷 确实有骗子 到了日本 也不是说日本就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就是说 中国人慢慢开始 使用一个更多元化的 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我觉得已经 很多人已经很成熟了 一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一般有一点 中产能力的企业家 或者是知识分子 都去过很多国家 其实现在都很明白 现在都很明白 没有人像当年幼稚的时候 美国就是天堂 对吧 就是实现了房子 实现了车子 实现了工作就好得很 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 你官方媒体那些极端的民策主义 只是骗了些傻瓜 愚民 培养愚民 然后把愚民的意识放大 最后官方媒体就自己变成愚民 这个印度也差不多 他们搞了个反英国的宣传 非常厉害 结果现在英国的首相 印度人 对不对 印度人有很多人去英国 对 那每一个国家都有民策主义 但是民策主义 玩得太火了 以后是把自己给害了 你搞了那么多年 日本 我就问过一些朋友 我说你在亚洲 最喜欢去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日本 你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 台湾 我觉得为什么喜欢去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从小都是这个反动版的地方 我们一定了解一下敌情 看看是不是真实的 对啊 如果是跟我们朋友 那我们去哪干什么 反中也差不多 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旅游 会不会真的给中国人增长一些见识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就是中国的这个游客啊 中国的一些人士 真的如果希望了解日本什么样 了解西方什么样 别看那些媒体 你走出来 有能力的时候 来看看 你就真的知道 当然这些中国媒体的这种渔民的愚弄 到底能愚弄到什么时候呢 那就看中国到底还能够生产出多少的愚民来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徐岛老板 恒大的许家印啊 果不其然被中国官方之前呢 华尔街日报说啊 是他被拘禁起来了 就在9月底的时候 恒大的官方正式公告说 许家印因为涉嫌到了违法犯罪的问题 已经被当局给抓起来 正在调查当中 所以恒大这个事情就炸了锅了 炸锅之后呢 许家印这一代人吧 他的公司里面那些高管 一个个都被抓起来了 所以说有人说 许家印被抓起来 是因为恒大的这个爆雷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最新的媒体报道说啊 说许家印这个被中国官方抓起来 主要是因为他在之前给习近平做了一个局 他已经把恒大的一些资产 全部偷偷的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了 而且他的妻子啊 有人说是前妻 有人说呢还没有离婚 但是有信息说啊 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 已经是技术性的离婚了 丁玉梅 并且中国官方呢 出入境管理局已经证实 丁玉梅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拿的呢 离开香港的时候拿的是加拿大的护照 那证明他就是加拿大的公民 起码这一点 所以他已经去了加拿大 那许家印呢 把他的一些资产全部都转移到他孩子 跟他前妻的一个名下了 所以因为这一点惹怒了习近平 所以昨天华尔街日报啊信息说 说中国政府正在查许家印恒大的这个资产转移的事情 到底能够查出多少来呢 目前也没有一个眉目 那您认为是不是真如这些媒体所讲的 许家印被中国政府抓起来 就是因为他转移资产 如果他不转移资产 他亏多少钱都没事 这是西方媒体 尤其是权威媒体的这个报道 我认为他们是有他们的消息来源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是这么说 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信息 我在许家印刚开始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在华尔街论坛上面就讲 我许家印之所以被抓 那就是恒大这个事情就基本上定局了 就是说解决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看怎么收尸了 就是说恒大能不能给成这个敬小啊什么东西 或者是谁没给一个什么名字 恒大这个名字太可怕了 只有一命令去伟大毛主席才能叫恒大 死了以后还让大家看 云云伟大 云云伟大 所以这个恒大名字是注定了它完蛋 这个我在早几年之前讲过 我们之前的杂志也早就登过了 首先是在黑名单上面 但是因为你这个房地产 设计的层次 层面太多 银行的钱啊 这么多的客户啊 对吧 然后涉及到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 你如果把你抓进去那好吧 纷纷地把你抓出去 但是很多问题谁能够来处理 所以留下了他的这些几年呢 就是要他处理这些问题 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你没有处理能力了 你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把你进去 所以我就判断出来的是这么一个判断 我正好跟外面的朋友呢 相反 那人家就是说 房地产真的完了 我不是这么认为 所以星期一的时候 香港一恢复上市 这个 恒大呢 这股票就涨了百分之二十八 二十多少 当然这个是一种炒作啊 这或者是一种投机 并不意味着明天还要涨 对吧 但是呢 房地产的这个底 大家经过了最近几个月 越来越清楚 它跟美国的次贷危机 是有本质差别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是 我百分之一的薪水 不是 百分之一是的定金 买一个一百万的房子 然后呢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 我再把这个房子抵押 再去买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 我又抵押 又买一个东西 叫次贷危机 搞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这个 抵押了多少东西 自己都糊涂了 你知道吧 自己也糊涂了 银行也糊涂了 大家全部都糊涂了 糊涂了之后 这个时候如果利息要增加 或者返款出现问题 它整个的经营链条就断掉了 一断掉了以后 所有的这个产品 在里面就泡水了 它就泡水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叫金融黑洞 或者是叫房地产黑洞 你要化解这个事情 后来政府必须要强于力的出手 而这一次中国出手并不多 中国政府出手不但不多 反而踩上一脚 你要掉到水里去了 我再把你抬下去 所以三条红线就是把更多人 抬到水里面去 它为什么这样做 难道是中国政府自己找死吗 不是的 是因为房地产这样一个产品 理财的产品 或者是生产的产品 成为了中国人的一个梦想 它没有几点投资 再开始投资股票 可以得一塌糊涂 或者说发现不能完了 我没有几点地方投 只有一个房地产历史已经证明了 房地产即使是跌 有时候也会涨回来 股票一跌了 可能就必须完了 房地产就是很多老百姓 他不懂那些金融常识 他可控的一个 对 他认为就是一个可控的东西 所以在美国也是房地产中产阶级 使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 你在澳大利亚 你在加拿大 你在很多的国家 你都发现一般老百姓 他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之下 只会是搞那个房地产公司 我怎么不说 一般老百姓都是把 或者是不少是把房地产 变成自己的一个主要财产 那中国这些年 有一些人就有了一些钱 有了一些钱 他没有接到投资机会 他就是投资房地产 但是你说投多了也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中国有一条卡死了 你要付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那跟美国的以前付百分之一 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那么呢 而且老百姓 把这个钱还给房地产上 房子还卖出来 就给你钱了 等于是 房地产上去拉了这个钱 自己去开发 这是盖房子 所以实际上 本质上是 出在这个房地产的身上 就是搞房子太多 对吧 太贪 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讲 当然是吃亏嘛 但是吃亏了也没有说 吃亏到完全没有 对吧 他可能跌个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那中国的老百姓 如果说你真的是像美国这样 我们是要靠每个月的来付这个贷款 你压力是非常很大 那中国人的手里是 你降到习以后 马上就把钱逃出来去付这个房地 对吧 就说明中国人就是说 把太多的希望寄出在这个房子上 但是这个房子本身呢 是使他感觉到很失望 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要求 像之前那么涨 但是呢 这个事情不至于的 让你来春夏烫产没饭吃 没错 在美国那个时候 我一些朋友 那是讲起来 只能睡到结合出来 因为那个杠杆断裂了嘛 你没有其他的资本嘛 中国是自己有一套房子 甚至还有三套房子 已经全部付清楚了 原来我再投资两套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借款 但是很多的不是 很多人是付了百分之四十五十 所以对一般老百姓的压力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没有的话那老百姓会骂死我 你再来讲话不腰痛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压力比美国当时的老百姓 要压力小很多很多 另外房地产这个东西 它毕竟不是一个纸上的素质 它是个真正实实的房子 如果有的地方你房子还不行的话 不能住人喂猪都可以 或者是这个时候 借了你除非是拟久失修 变成一个真正的烂尾的贵动 是这样拆掉 那很多的房子还是有它一定的价值 这是说价值产生一个变化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消化处理呢 我觉得三个红线是过分的粗暴 所以中国也不想打得那么狠 然后习近平讲那个 我们也批评过很多次 房地产不是炒的这也是 基本上都是没有尝试的 也是不应该讲的话 但是当时候可能居于他论的目的 那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你还是要把房地产重新集会一点 那大家就已经看到底了 这个底就在这个地方 那房地产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 三十年以后 五年十年可能又会回来 又会回来 但是大家不会再去炒了 不会再去 就那么疯狂去狂炒了 因为房地产太多 那习家印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低了 他就所以进去以后 接受一些教训给大家的实际 他是不是要让钱让他老婆走吧 也不是那么赢得走的 除非他的资金在海外 那转个账就可以了 如果他的资金在中国 那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说是最近转 那中国政府控制得很厉害 除非早就控制住了 你对他的行为二十四天都监控了 对吧 所以这些传说 我不知道真和假 但是属家印能够发展到今天 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房地产的一个索引 一个索引 他的聪明 他的勇敢 他的胆量 他的社会关系 对吧 网上还流传 他跟这个厂委 那个厂委 一大堆 那不是网上流传的 那是恒大 他们自己的媒体 叫恒大 他们内部的一个报纸 七月份的时候 看发展 当时还没有被抓起来 七月份的时候 就登出了他跟中国的一些省市的省委书记 一些高官在一起 当中有两个人 是大家可能觉得特别容易想起来的 一个是现在的中国的国务委员之一 唯一的一个女性 那个陈玉琴 第二个呢 就是已经被查的孙志刚 就他们两个官员 坐在一起的照片 最近一两天 中国互联网上又在疯传他们那个老照片 说你看 许家印当时跟中国的高官们打得这么火热 难道今天许家印被抓了 这些高官们就没有问题吗 还没抓得更大的 好像有没有还说什么常委家族 政治主委家族真的假的 有人说这个事件呢 有可能打这个许家印啊 是冲着曾庆红来的 说这个因为当时许家印的这个发家 他的这个恒大事业的发展 跟曾庆红他们家是脱不可关系的 叫曾陆维 没错 说他呢有可能是曾家的白手套之一 所以最后呢 深了查呀 有可能是查这个曾庆红 而且啊 这个媒体的触角很广 居然联系到了说前段时间 说习近平在北戴河开会 曾庆红向他发难 带领众多的元老们 开始痛斥习近平 所以因此习近平在那个时候 寒恨在心 我要找谁来出气呢 就看到恒大这个事再一查 原来许家印跟曾庆红有联系 那就把他先拿下 要拿早就拿下来了 现在曾庆红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了 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曾庆红还是有一些传说中间的力量 事实上曾庆红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能力还是蛮强的 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所以他的好像是很有力量 但是人离开这个官场时间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那个人都换掉了 足影就很小很小 他可能还有一些他培养的人 首先我不认为曾庆红会在北戴河发什么烂 私下讲一句话都会很小心很含蓄 对吧 近平同志是做得很不错的 但是还要磨砺磨砺 对吧 也许这种话 则是已经就是密打杀机了 很多人拿来说 习近平 不可能的 他说持浩天 对 持浩天 94岁的尿袋子 都是要别人帮多不记的 就是说不了话 对对对 而且持浩天自己问题打 对 远华案就是他就是后台嘛 对 后台之一嘛 所以这个 这些都不可能的 但是大家都是因为讨厌习近平 约恨习近平 什么事情都是习近平 所以我在18到17大之前 我就讲了 中国一定要搞个人领导制 不要搞九龙治水 为什么 一搞九龙治水 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上犯的 组织上就没有责任了 也不要搞双鬼治 什么总书记政府 一上不能双双 二辅中国老话的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人 对吧 皇帝也好 总统也好 总理也好 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国家主席 你就找你双双 现在中国老百姓想明白了吗 对吧 习近平连任 对吧 打破连任的惯例 习近平是核心 那就说明中国的一切 荣耀是习近平的 权力是习近平的 那责任是习近平的 那美国总统 仍然是第一号而打的对象 是不是 就这个道理 这就明白了 这就梳理 基本上梳理通了 很多人 很多人糊涂糊涂 什么集体领导制 他挖不着集体领导制 集体领导制 集体领导制不承担 就是藏污难够的 对 就是藏污难够 各自封章 你也不告诉我 我也不管你 但是就这样的 相互之间建立一个平衡 对 大家都心知肚明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九龙之血是中国最烂的政治制度 各队指定接班 那也是烂得不得了 还有双轨制 一个什么总书记 一个总理 到底是谁的责任 对吧 现在很明白了吗 所以李克强在台上的时候 我说李克强没有资格承担责任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嘛 国务院总理就是你的打工仔嘛 你的执行长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不错 现在大家就是有勇气 就往习近平身上发泄 对吧 这个方向就很明确 很想明白 然后大家发挥各种各种想象的 编造各种各种故事 对不对 那些故事还评得很像 但是有时候不太认真 你看早几天我们华尔街论坛就报道了一个一个人 就是给我们的一份流传的一份 一份这个国庆的讲话 也就是习近平说 我是牛脾气 我要怎么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 就是当年这个江总书记 这个放针的结果 这个福总书记 啊 纵营的结果 这个 结果他就忘了 怎么会有那部讲话呢 国庆招待会是外国世界都可以参加的 对不对 您说的这个版本啊 实际上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北戴河会议之后 就流传出来了 对对对 说习近平向他的幕僚们抱怨啊 前任把这个屎盆子全部扣他身上了 苏州屎扣他一脑袋 留下来一大烂摊的事儿 他很生气 这种所谓习近平内部讲话 总会在隔一段时间 一个中共什么会议之后啊 不论是公开的不公开的都会出来 但这一次呢 光复到这个许家印这个事儿 还有一点媒体当中还有个猜测 说习近平这一次抓许家印啊 那要拿许家印出气啊 就是因为看到前段时间 他在喊保教楼保教楼保教楼 可是这房子呢一直没交出来 所以他要杀鸡儆猴 把这个恒打拿下来之后 逼迫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开发商 赶紧的交楼 交了楼就交楼不杀 交楼不杀 哎呀 有很多房地产商 比如说碧桂鱼呢 或者是一些房地产商 不是每个房地产商都是很大 又云久又大 没有 碧桂鱼一听这个名字小家碧鱼 所以做事情可能更经济的 有些问题是个流动资金问题 流动资金 有时候一些企业 你给他资金他就活过来了 早一段时间卡得太死 没错 我觉得现在放水吧 他也不能放太多 要放 如果再放水 就这个楼市 那等于又白搞了 又白搞了 所以 习近平这个角色 他是挨骂的角色 那没办法 亲自指挥 亲自挨骂 挺好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前段时间中国的高层官员 一个是秦刚 一个是李尚福 紧接着又是魏凤和等等一系列 就是一个个的都神秘的失踪了 很多媒体人就开始来观察中国政局 说习近平 现在你看从秦刚到李尚福到魏凤和等等一些官员都不见了 哎呀习近平是自己含着痛啊 挥泪斩马素 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呢 有媒体就给出了一篇长文 分析了一下 说习近平啊 他由于牵制于中共的老人帮 但是呢 这些年下来 他也拿了很多权力 于是啊 习近平跟老人帮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规则 秘密规则 就是在这个规则当中呢 他们画上了一条红线 红线以外 许可的范围之内啊 习近平一切自由定夺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拿圈拿圈 但是如果越过了这个红线啊 全线就要归到老人帮的手里边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你就不得不服 那你就要做出一些让老人们觉得可以接受的一些行为 所以习近平就开始啊 向他的这些亲信嘛 秦刚啊 李尚福啊 魏富哥 来发难 来收拾收拾他们 以平息元老们的怒气 所以呢 说中共的这个省部级的人士 是由习近平来判斑的 但是啊 他们要是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话 为党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包括啊 出卖国家机密 搞一些盈利的小集团 那么老人帮呢 就得依据他们的内部规则来干涉一下 你习近平必须把这群人这些内奸抓起来 不能包庇这些内奸 要不然中共就会觉得啊 这个党不能跟着习近平同归于尽 这个文章还说啊 说你看 这确实证明了这个潜在的规则是有的 但是要不然 中共这个大党啊 怎么会运营到今天呢 那不是早就完蛋了吗 所以这些老人帮也不会允许习近平真的 胡作非为 什么事他一个人拿了算 所以会有一个钳制 会要管制他 呃 所以 我看了这个文章这 我当时第一觉得啊 有点 嗯 猜不透啊 这个习近平到底是有权是没权 这个老人帮到底是对他制约是没制约 如果是有制约的话 那么前面那些 胡作非为的事怎么可以允许他发生的 所以有些事情我想不通啊 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呢 我觉得 抱着一颗就是对中共内部啊 窥探的心 我希望这种制约是有的 哈哈哈哈 但是我不知道您觉得这种中共的老人帮之间 是不是真的跟习近平有一个生死协议啊 一个秘密小规定来制约他 嗯 文革之后啊 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元老干政的一个机制 嗯 就是那些元老们担任了各个部门的实际上的领导 但是呢 他们不上班 他们平时就在家里 当部长 当省委书记 当副总理 当国家领导人 老得糊里糊涂 但是呢 他可以说啊 王兆国啊 不行 我看有问题 虽然是小平同志定的 但是我觉得还要锻炼锻炼 所以王兆国就赶到了福建 对吧 后来就觉得这些老人家糊里糊涂搞得太多了 你知道吧 就很没有规则 所以郑小平就想一个主意 我干脆把老人们组织起来 就不要担任领导职务 就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 老人院 老人院 就直接叫元老院了 就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 可以出席各个阶层的决策会 老同志愿意参加 就参加 所以那个是公开的干政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隔壁招呼 好像是访问中国 正好是1989年这个学云期间 那么这个 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就跟郭伯伯说吧 好像还是在 什么亚洲银行会 我都忘记了 好像是郭伯伯 忘记了 反正好像是郭伯伯 原来就说 我们党内有一个规矩 定下一个原则 凡是我们都要有 真正的大事情 还是要小平同志拍摆 所以后来听说这个事情就成为了 郭小平一定要把赵紫阳给拉掉 因为你这个事情等于是告诉天下 护露国家机密 不仅是国家机密 等于中国出的乱滩子都是我的责任了 就像我们现在批评习近平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最有权力的人 对吧 所以听说是不高兴 赵紫阳也做了很多的解释等等等等 我不信不信不信说话的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 后来江泽民就上台了 江泽民上台以后 首先就觉得很担心 所以老婆都不跟他去 去招待所 日子过得紧紧张张 原来我们胡说八道什么 他也跟着胡说八道什么 要把资本家搞得春天烫惨 这就是当年的江泽民讲的 当年的浙江省委书记 张德江也更对一起胡说八道 对吧 等到郑夏平男生以后 醒过来了 就不能这么瞎考了 又开始讲一套这样的 改革开放语言 否则的话 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啊 那不等于是就告诉你江泽民下台吗 那是元老门的干政了 元老门是糊涂糊涂的 因为不是说元老门糊涂糊涂 人到了九十岁以后 有的人会清楚 有的人不清楚 糊涂的是占多数 对吧 但是他们有这么大的资格 这么大的声望 对吧 就像六四的期间 要去找那个叶远征和许向前 说两位老帅 我说他们一个班的兵力都指挥不动 还指挥什么勤务兵 他可能都搞不懂他 他讲什么东西 对吧 但是政治的混乱的情况是很大的 但是江泽民运气好 原来他们一个一个死光 一个一个死光 给他创造条件 所以他当了半届 或者是一半的真正的总书记 开始有了权力 结果有了权力以后呢 他就不想下台 老江就不想下台 想搞一个什么安全委员会自己当主席 但是他不能 胡锦涛不能接班呀 他没有那个力量 结果安静文会也没有搞成 人家说已经找人接班 你就要交班了 结果呢 他不想交班 当了军委主席 那个时候天下都在骂江泽民 变成江泽 知道吗 后来江泽民就灰溜溜的 把这个东西交给了胡锦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 那这个胡锦涛 我们可以说他没有能力 但是他同时也是受到的牵制太多了 提醒我 所以呢 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后 我们就在看 我当时在写文章 就判断 接受采访 判断 我说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会打听罪误 完全不关西方媒体所讲的那样 尤其当时日本人还写一本书 历史上最弱的总书记还在台湾出版书了 我在台湾书记里面看到 最弱的总书记是习近平 我说完全相反 你为什么 中国要不就头上算了 颜色革命就成功了 对吧 民主化肯定很快就来临了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可以讲话 但是乱糟糟 能不能走向民主化 不知道 但是呢 大家会越来越自由和开放 但是如果说 中国要避免走这个比较混乱的道路 要走到一个更有秩序的 他们认为有秩序的这么一个变改 一个强人就可能会出现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 不管习近平 你愿不愿意 实际上他还不是什么强人 他之前 从小的时候开始 他就是一个黏黏糊糊的人 对吧 他在福建 在什么地方 你都和 实际上是比较温和的人 但是 后来毕竟是这个样子 是形式把它给逼出 逼成这个样子 逼成这个样子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 是当上的领导人 江泽民写那封信 那封信呢 是有人通过朋友 就说 希望我来发表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信给发表了 我讲过很多次 我说那封信就标志到江泽民 退出历史舞台 江泽民就觉得我不能再搞这个东西了 就是应该由你来成了这个责 习近平后来搞这么一套 一方面是他的权术比较厉害 能力比较强 不像外交讲的能力很弱 能力很弱 当皇帝是最危险的 谁都知道 谁都咬着咬这个东西 他能够把各种力量把平 第一 他可能能力比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大家都认为他就是个无能无知 对吧 小学不是什么什么 什么讽则 那这个老百姓怎么讽则的 无所谓的 但是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么另外就是 元老们的控制能力很弱 因为元老们都是各有一大的烂事情 你要抓腐败 每个家族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多少而已 真正的不腐败的 他们是未经形算一个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是原来的中纪委书记 多少的问题 就是情况相对来讲 大家都有问题 所以元老没有机会来讲话 而且元老们其实形成了一个共识 如果要中国不乱 如果要中国不分裂 如果要共产党的江山还能够保住 我们就是要支持一个强人 所以习近平的独裁也好 集权也好 或者是大政独揽也好 基本上是最高层的一个共识 而绝对不像海外所讲的那样 什么江泽民又厚悔了 什么曾经红又厚悔了 这个全是大家的想象 包括你刚才念的这首信 那是全是想象 他是一个小学家 因为这么机灵的事情他知道 他知道他是中南海谁谁谁 如果他真知道他也不敢写啊 对不对 共产党可以收拾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是编的一个想象 好处就是在于大家好玩嘛 因为你共产党搞黑箱统治 你建议搞黑箱统治 咱们就给你编的小段子 娱乐娱乐 所以我觉得无关痛痒 也对中国政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这些东西他没有真实的力量 如果你真实的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那力量就大了 所以你看这几年各种各样的心 很多很多 不像最开始江泽民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他非常紧张 现在根本不理你了 因为他江山已稳 那元老门现在死一个就死一个 你说元老门是八个人 公民大臣 还是怎么样 这种机制根本不可能有了 组织体系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运作 也不是这么一个运作 我觉得习近平没有受到元老的限制 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问题 习近平亲自不许错了 那他就成了这样 对了 就是他的功劳 但是有些事情 今天我们看不到成就 也许十年 二十年他死了以后 再来看老习当年干得还不错啊 就像当年老江在台上大家都骂他 文革团团员就是他表演 而后来出来胡锦涛觉得 老江比老胡好 老胡上来以后 大家觉得老胡太烂了 就是一个更青团 就搞了半天以后 老胡还是比老习好 那个时候我们还都自由 老百姓反正就是人力物力啊 今天讲这个明天讲 那个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 但是整体来讲 现在有洞察力的 看出中国的问题的 转型的艰难的人 比较少一点 表达怨恨比较多一点 这也不奇怪 谁叫你有权利啊 谁叫你亲自不许啊 你不亲自就是亲自不许 大家也不批验了 但是有些话呢 确实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那些输吧 就是蒋王就拉倒了 还硬成输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天和明天 我昨天讲的这个不一样啊 因为必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家 他这个上台之前讲的话 竞选 和他上台之后讲的话不一样啊 他必是不一样啊 因为形势在产生变化 对不对 你不能说勿忘初心 这都太幼稚了 勿忘初心 初心到我的初心的时候 就想当一个书店的营销员 那个售货员 我就觉得哎呀 可以卖书 我还可以看书 但是会随着改变 对啊 后来我就发现 那个书店书太少了 我应该投书馆管理员 对不对 那整个正常的变化嘛 莫名其妙当了记者 这都是 这让我大人说 我要勿忘初心 我要搞一个书店 然后就当 都没有书店了 对吧 所以这东西都是很天真的 什么房子不是草的 什么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都是 讲完话 赶紧删掉 对吧 不是现在可以删掉吗 他用上书 对吧 用上书 那你这个下面的这些人 就会跟着你书里面讲的东西 来 来 来学习 来讲 对吧 习主席是这么说的 习近平这么说的 那当你那个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 最大的一个 一个问题是 马克思同志根本没有想到 那破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随着他 跟着那个中文在解释 对吧 要打击资本家 那个里面有一句话 说要打击资本家 对吧 要炒股票了 那个书里面讲的 炒股票也可以 对吧 习近平不能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习近平可以变成一个 昨天之我是否定昨天之我 习近平的书啊 不光只是出了什么 党刊党册啊 党书 这个中国最新一版的 中国大学生的实用英文教材 每一章的第一篇课文 就是习近平语录 那我们当年说英文的第一句话就是 就是毛泽东语录 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色 中国共产党万色 第二个是 第三个是中国共产党万色 所以这个习近平就是希望 将来大学生们学了英文之后 什么叫实用 就跟外国人在接触的时候 第一句话先说习近平好 对 但是习近平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元老 习近平为什么要允许这些元老啊 这种文章满天飞呢 第一个像您刚才不痛不痒 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攻击力 第二呢 他也让他们飞 为什么 分担一些他的责任 不要总是骂他老西一个人 后面还有老人们 对对对 可能是江泽民 江泽民死了 对吧 现在还有胡锦涛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曾庆红 对 有时候政治啊 不仅是政治 政治也是鱼路的一部分 没错 嗯 在西方国家 政治本来就是一个 对对对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